若 他喜欢这样写 每一个书法在写若也不太一样 这是招孟虎专用的方式 若能 能 能够的上面这一半段 结果每根都写得很大 也写得很大也好看 为什么? 因为下面这里是一个肉 或愉悦 那这样缩窄 就有那种伸缩 那古代的能 跟现在的能不太一样 伸得好长 加点形术的动作 若能熟 手就很轻 很轻 那下面这里就写一个主要的开盒中的开 把它打开 然后下面写青 然后下面写青 手 万也不太重 但这一次它是连起来的 草有很多写法 倒是 记住就好 不同书法家有不同的写法 那有时候 一个书法家会有很多种写法 这都可能 那只要好看就好 倒是不用去执着说 先写哪一笔 后写哪一笔才对 有些人对笔顺是有异常的执着 我对笔顺是没有异常的执着 只要所有人都是相同的笔顺 我就支持 那万一有一两个书法家不一样 那我也支持 所以就不用去争论说 好像你的笔顺对 我的笔顺错 你的什么 你依据谁 那 笔顺本来就没有说一定要这样 有时候应该是说结果论 那你写出来好不好看 你的笔顺对 嗯 写得好丑 那有什么用 到最后还是希望 八字写漂亮 那笔顺通常只是一个原则嘛 由上至下 由左 这是左边先写 这是左边 左边先写 由上至下 由左至右 那这笔顺说难听一点 还不是左撇右撇子的人发明的 左撇子在写 那也写得好累啊 所以笔顺就是一个可以参考的 但不是唯一的标准啊 不要太执着 有时候我对有些东西看法真的是 严格讲起来真的是不扎实 不扎实的原因很简单 我只专注我要的 那有些我不要的 我就不会特别理他 但是在跟书友聊天对谈中啊 我发现书友对某一个东西特别有兴趣 有时候他会询论我的意见 那有时候 其实有时候我也不知道 那你老实的跟他说不知道 他就会说那你要不要研究一下 这很重要啊 研究以后对你会有帮助啊 看到底是为什么啊 就讲说这个是给学者研究的啦 我这个写字的没那个时间去研究 我的专长不在研究 然后他们都会劝我说 哎哟就多研究啊 对你有帮助的啊 这样子学士什么什么 就是讲了一堆东西啊 就讲说我就没兴趣 你一直叫我有兴趣 你有兴趣你要兴趣 不要叫我兴趣啦 怎么你很有兴趣 然后一直在叫我兴趣 你这经常很奇怪啊 可是这种情况其实常常遇到 我就明明给你摆明了说 我就没兴趣 你就说这个对我非常好 他好奇怪 这种理念有点怪 你有兴趣你为什么不研究 叫一个没兴趣的研究 他说为了他好 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吃东西啊 有些东西我说我不敢吃 那你就说这个多好吃啊 你试试看你以后都会改观 我就说我不敢吃啊 哎呀你不知道这多好吃啊 哎呀这这这这这这强人所难嘛 你好吃跟我不好吃 没有任何的关系嘛 你好吃你多吃 不用说服我哦 许多做学问题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有兴趣你自己研究 没兴趣就不要 我写字你对我的教学有兴趣 那你就参考参考嘛 你没兴趣就不要看嘛 哦也弄不着在留言说啊 这什么东西 哇这样也敢拿出来 我就觉得好这些人好奇怪哦 到底谁决定什么东西可以出来 什么谁 谁的教学不可以出来 难道他说了算哦 一副救世主的样子 好像他是 这个艺术界拍来的那个正义天使啊 哎呀你写这样不可以啊 哦你写这样子 真是污人子弟啊 我听起来就觉得哎呀 这样就污人子弟 电视电影那么多星山色你都不管 老关我这个在那边写个字 落地八糟的人 关你什么事啊 又没爱找谁 这很奇怪哦 不要吃饭吃面爱找你了 奇怪了 啊吃这个不好啊 你不要管你什么事啊 怎么自己都不管自己老是管别人啊 那你看不顺眼你不会做 又没有做见犯客管那么多 其实有时候 被那个网路上一些留言 哭笑不得啊